在今天白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北部的高温34度到了台东的大午 可是到了35.6 不过呢 在中南部地区过了中午以后呢 这热对流的发展 再加上西南季风带进来的水气影响 山区的部分的降雨状况来说呢 在增加当中 但梅雨封面今晚就要接近咯 我们就来看看要注意什么了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在于说呢 你的水沟赶快疏通啊 因为有些水沟里面有垃圾有烟地 再加上这个树枝树叶 这样子会使得这水沟 如果在大雨来的时候呢 不容易排水 容易造成积水或盐水的状况 所以呢 水沟的疏通 今天晚上可是很重要呢 但是到了明天呢 随着梅雨封面的接近之下呢 伴随着会有雷雨的现象发生 但雷雨发生的时候呢 你在户外活动户外工作的朋友 就要小心别被雷击了 第三件事情呢 因为梅雨封面进来的云层 高度是比较偏低的 山区的部分都容易会有浓雾的现象 在山区行车的朋友 可要特别的小心啊 目前看来 这一波比较标准的梅雨封面呢 今天晚上就要接近了 接着会影响到礼拜一 所以呢 在周一之前呢 局部地区的阵雨状况来说 是比较明显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上 先注意到 封面云带从日本南方 一直延伸到大陆的华南地区 而这道封面的云层的水汽呢 目前已经在浙江到福建的位置了 但封面前缘吹的是比较偏西南风 西南风上来 也使得在台湾的陆地上呢 有局部性的对流云带的发展 尤其在今天的下午以后呢 中部山区南部山区 都有一些明显的对流云层出现 但僵雨的状况到了今天晚上 随着封面再度接见的时候 从北到南 伴随着都会有雷雨的现象出现 但这雨可不是只有下午下 白天晚上都是有机会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 在25、6度 但伴随着从北到南 都转为有雷震雨的天气 山区的部分都会有浓雾 外岛地区 明天在马祖金门的航班的部分 也要特别的留意 小丁您两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个 雨区行车方面来说 要特别的注意 第二个 水沟赶快疏通 盐防积水的现象发生